大家好,欢迎收听《报道好名声》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们《报道人报忙》 来制作《报道好名声》 在礼拜日,上午11点,在我们高平地区,FM96.9,朱郎电台 下午1点,在我们《报道人报》,FM98.5,《报道神山》 下午3点,在我们中部地区,FM99.1,《台称电台》 当然,这是全国联播的节目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YouTube频道 在我们《报道人报忙》的YouTube频道 他最近有拿到YouTube的讲帐 也拿《报道人报忙》来宣传一下 表示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有很多 在礼拜礼拜,上午11点的YouTube频道 《报道人报忙》来播出《报道好名声》 今天跟大家邀请这一位是我非常敬佩的我们的前辈 等于以来,为了台湾付出很多开立 这也是我们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筹备小组的筹备委员 也是我们台湾自现基金会执行长 我要来邀请林毅正执行长 是不是给大家拍摄来就好? 很欢迎今天来讲明佑的节目 明佑是我实在 我们这个力量里面 中生台 我感觉很困定的一位 他理念很清楚 很有行动力 特别是他愿意生担困难的任务 像上海民进党政教和新店参选立委 只有这件事 就让人感受到明佑 他愿意做一个前方 在最困难的时刻来担当重要的職任 这点是我对明佑很大的敬佩 很欢迎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一些大家关心的事情 是因为我对于执行长 因为我后边开始比较疼 但是一直在这个社会 运动的时候 听到执行长 等于以来 无关系对民进党 还是对本土的付出 要受到很多困难 所以这一家 再一家姚牙执行长 是因为我感觉 这些题目都应该好好的 跟社会有一个共识跟讨论 无关系 我们最后一段要来说 这个519白色恐怖这件事 纪念日 到底跟228纪念日有什么不同 我们两面要来讨论 第一个事 我先来问执行长 因为现在国会像台湾改变了 国民党也算是52加2 变成最大一个政党 是 那关键的政党就是巴西的这个民众党 但是呢 在立法院里面变成提出非常多 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当然不管他怎么讲 516 5月16号 国民党跟民众党有多位的立委 要到太平岛去登岛市场 那这个令人比较感觉到说 为什么立审得这个时 甚至他们多次呼吁蔡英文总统 也应该到太平岛去 因为过去有陈水扁 跟马英九总统的案例 那叫中华民国显入的显环 故有僵域 你若不可以去争母暗杀 跟这个蒙古也是相对中华民国 你若不可以去走看看 所以我不知道在选择这个 国际局势比较争议的时候 他们这样的居心是做 为什么 谁要这样做 居心叵撞是不是 明佑你记得2019年 蔡英文总统要竞选连任的时候 我自宪基因会在2019年的5月4号 在高雄的山明公园 举办一场千人的演讲会 那一场演讲会就是邀请明佑 我来当主持人 2019年的5月4号 我之所以会提这一场活动 就是在那一场活动中 我们是第一个提出 抗中宝台是台湾最重要国策 就是在那一次活动中 那么直到今天 抗中宝台依旧是台湾最重要的国策 好我就从这边来谈明佑刚刚提出的问题 对台湾人而言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保卫台湾 保卫台湾的民主 保卫台湾的主权 所以任何一个政党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所言所行 是不是符合确保台湾主权 以及台湾民主的这个前提 从这边来看所有的问题 就可以得到答案 所以刚刚明佑所提的 国民党籍的立委 要在5月16号 然后去广市太平岛 这样的一个举动 到底对于台湾要确保台湾的主权 以及台湾民主 这一件事情 对于台湾人可以凝聚更高 抗拒中共侵略的国民意识 到底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知道台湾面对中国 只有亲中跟抗中 两个分别而已 没有所谓合中 我们是要用 我们有能力抵抗中国侵略 这个整个的能力的展现 来得到和平 不可能在今天台湾跟中国 整体情势的比较之下 那么你说直接说我要跟你合 这个是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对中国来讲 并吞台湾是他的国家政策 只是用什么方式 在什么时候来完成他这样的一个国家目标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 就是说这一次国民党的这些立委 要去太平岛 我觉得只是个人在作秀 只是个人在作秀 所以我们应该看清楚 这一些国民党的委员 他要去太平岛 只是个人作秀 但是他会影响到什么 他会让中国有可乘之机 对 他藉由这样去宣誓 所谓刚刚明后提到的 中国的固有僵域 是包括南海租岛 那么在南海情势这么紧张的状况之下 你这个等于做求给中国 再一次对全世界去宣誓 整个南海 整个南海的这些岛屿 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所以这个对台湾毫无益处的一个作为 对因为在3月5号的时候 中国跟菲律宾发生了冲撞 3月18日中国广东海事局宣布 8月之前要在南海进行军演 等于是中国跟菲律宾的问题是剑拔奴章 所以我们也看到最近布林肯 美国的国务卿到菲律宾去特别去调解这些事情 也跟小马可是来见面 但是这个问题是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的立法院副主席江启臣 还有国防外交委员会的赵伟马文君 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发动 要蔡英文总统到太平岛去 这个是一个擦枪走火的地方 我想问一下一阵执行长 你不觉得我们去反而是烙人口舌吗 然后造成说整个南海局势更动荡不安吗 南海全世界最重视的就是它的自由航行权 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关系到很多国家的利益 关系到整个世界的这个发展 那么所以美国日本都非常重视中国在南海的一个扩张 因为中国的扩张会影响到目前南海作为一个自由航行权的海域 让它产生变化 未来大家不希望整个自由航行权被中国破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之下 你这个中国跟菲律宾发生了冲突 美国人日本人为什么那么重视 为什么那么积极的要去介入要去协调 很清楚的 大家希望维持南海自由航行权的现状 所以我们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 他不能够无视于国际现有的情势 那么只做符合他自己政治表演的一个需求 甚或去附和中国的一个需求 我认为台湾人民应该张大眼睛 看清楚这些人他所做的事情 是因为南海这个地区是很複雅的 过去马英九曾经发表过 我记得是2012年发表一个东海和平宣言 然后2015年去到马其会之后 又发表了一个南海和平宣言 那里面其实让南太平岛是属于岛霍礁的争议 一道海牙国际反庭去判决 所以也造就了这个中国在那边不断的武力扩张 甚至把这个礁变成岛的一个方式 所以要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 如果说陈水扁总统任内去到太平岛是为了机场 启用宣誓主权 而当时的南海争议并没有这么大 第二件事情是马英九到那边去发表所谓的和平宣言 是为了跟中国开发所谓的南海的天然的资源 包括它的瓦斯和石油的部分 但是它要跟中国共同开发等于是跟中国合作 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甚至后来引发出这个台面化就十一段线的问题 中国重新划分十一段线的问题 所以造成台湾非常多包括航空渔业非常大的困扰 但是南海的主权问题一直是美国非常关心 所以也多次派遣舰艇到那边去 所以马文君等人在这时候特意去制造这样的纷争 就像宜政执行长所说的 这绝对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对台湾来说是相当危险 尤其是串门总统要下任的时候 要政团交代的时候 特别发动这种的议题 是不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做法 让台湾人民没办法接受 让国际没办法接受呢? 等一下我们回来要继续来讨论一件事情 说到南海争议 说到马英九 为什么国民党一方面要求蔡英文要登太平岛 而马英九4月1号开始 愚人节那一天要到中国进行访问 我要来问宜政执行长 这个做法是不是居心叵撤呢? 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来问一下宜政执行长 马英九他的一个价值是什么? 我们都很清楚 他就希望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他是公开讲的 不是我们猜的 是他公开对全台湾人讲 他希望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好 那我们要理解 任何台湾重要的人士到中国去访问 在什么时候能见到谁 能参与哪一些活动 甚至可以说什么话 都是由中国主导 所以马英九在去年访中之后 接着在今年520之前 再一次用文化交流 青年交流的名义 要去参访中国 那现在大家关心的是 马英九跟习近平 会不会再次会面 他们会面 会说出什么样的话 会影响后续 整个台湾跟中国的一个互动关系 这个是大家所关心的 我对马英九其实没有期待 然后以现况而言马英九在台湾人的心目中 他也不具代表性 我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多数台湾人 我所谓的多数 几几乎接近9成以上的台湾人民 是很清楚的 台湾不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 我们台湾所拥有的民主自由 社会的多元文明 这个是中国所没有的 我们看香港原有的样子 到今天才多久的时间 现在香港人已经失去他们原有的自由 所以马英九这一次访中 我很大胆讲 就是配合中国的需要 然后马英九有得到他要的吗 有 马英九想要争取的是 对中国而言 他就是台湾的代理人 马英九想争取成为中国在台湾的代理人 我敢很负责很大胆的 这样跟大家说 那么 马英九如果作为中国在台湾的代理人 他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弱化台湾社会 台湾人民 他抵抗或是抗拒中国侵略 中国压迫的这种心防 他戴着和平的帽子 然后一直在跟台湾人讲 我们要跟中国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 对台湾人而言没有所谓统一 我们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 你中国如果来侵略 来影响台湾 用武力用各种方式要来影响台湾 那你就是侵略 就对台湾人而言就是抵抗中国的侵略 好 那马英九这一次的访钟 我不寄以任何期待说 可以带来对于两岸关系 往正向实质有意义的方向去发展 我不抱持这种期待 只希望马英九不要讲出太伤台湾人 这一些政治语言 那么不要为了讨好中共 然后让台湾在整个世界的一个视角里面 被看衰了 我想这个是我对马英九这一次访钟 最谦卑最基本的一个期待 你不要伤台湾人太深 因为马英九跟中国的关系 其实回顾整个他执政的过程里面 包括2008年 他第一任总统上任的时候 他马上就开放县市首长到中国访中的一个限制 把他放宽 第二个他跟陈韵领见面之后 马上放宽学生到台湾来读书的时间 交流的时间 从四个月扩张到一年 到后来全面的到台湾就读 第三个就是跟中国开始谈所谓的观光协议跟服帽协议等等 第四个他多次的跟中国在那边交好 尤其是促成了2015年11月的马熙会 马熙会之后又发表了所谓的南海宣言和平宣言 从这里可以历历在目 不管是他马熙会 或到后来他到中国去访问 包括去年的祭祖等等 其实看得出来 马英九他跟中国是站在一个所谓的民族主义 就是那种会通性的民族主义 包括这一次的行程很有趣 他要去最后一天要去祭皇帝令 这对中国来说以前这个帝王每一年都要祭练这个皇帝 皇帝唐遥渔顺这个我们以前拍过 執行长你要来看 这种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 要去祭祖 去祭祖 去祭祖 今年要来祭祖的共同祖叫做皇帝 台湾人作何感想 他是站在中国思维 还是站在台湾的思维 还是站在一个血统性的思维里面 这符合民族国家期待吗 马英九就是一个中国人 他整个的这个思维 他整个的一个认同上面 他就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明佑刚刚讲的 他这一次行程里面有去祭拜我们神话里面的皇帝 那其目的为何 就是说我马英九跟你全中国的人都一样 我们都是奄奄流产 从皇帝一系下来 我们都是中国人 马英九要表示的是这个意思 那对台湾人而言 那是远在天边 不可触及的把他当一个神话在看待的 所以就台湾人而言 我们很务实的 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 我们的这个住民 在不同的时间 从不同的地方 来到这一块土地 我们认同的 就是我们现在赖以生存 我们未来也希望 我们的后世 就是能够在这一块土地上面 好好的享有我们所创造出来的 民主自由多元文明的社会 所以我们如果很清楚的 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 马英九做的很多事情 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笑话一折 嗯哼 当然 这是对台湾来说 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前援手 让前总统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一期 当然我看陈建仁也说 他尊重马英九在中国的安全保障 那政府会提供相当大的帮助 那因为他代表着也是台湾的主权 自由民主价值等等 这当然是陈建仁的说法 但是赖世保有在立法院去问说 是不是能促进二次马习会呢 呃 陈建仁也说这是假设性的问题 但是他希望习先生面前 主张台湾的主权 独立的国家 以及捍卫台湾的自由民主 但是我想问一件事情 这我也来问一下执行长 过去呢 他到中国去的时候 曾经一度为了这个警察配不配枪 因为中国要求说你不能配枪 委员人员不能配枪 第二件事情是 他去年去祭祖的时候 不敢写中华民国113年 他写百十三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中国称马英九不叫前总统 叫马先生 那我想问马英九前总统 你要称习近平是习近平先生 还是习近平主席 我想问执行长 这些事情历历在目 所以你刚才说对他没有期待 但是你认为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对国际社会来说 会降低台湾的这个主权的一个尊严呢 我想我们看马英九在去年访中的时候 那么中方所摆出来的一个接待规格 就是把你看成是一个地方 而不是把你看成一个国家的前言手 所以马英九那时候见了很多 包括江苏一些省级的书记省长 那中国的态度就很清楚 那我就把你看成是一个中国某一个省 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特区的代表 用这样的规格来接待 好 那我们比较顾虑的就是说 如果是这一次马英九的访中 如果还是这样的一个规格被接待 那在面对中国官员的时候 又不敢清楚的讲出他代表的是什么 他是代表不管他叫中华民国 或者叫中华民国台湾 我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前总统 我来跟你谈未来的两岸的交流 马英九在这一次的访中行程里面 如果他能够这样表述他自己的一个身份的时候 我愿意给他拍拍手 我愿意给他拍拍手 要不然他都闭口不谈的时候 在世界的一个视角来看 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说你一个台湾的前总统到中国去 然后他也愿意接受这种地方级的一个待遇 然后对方不管是基于当主人的礼貌 或应有的礼貌 连他真正的身份都避而不提 他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前总统 这样的身份都避而不提的话 那这一趟的行程啊 刚刚明有所提的 会让国际 会让这个世界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把台湾 他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样的意象给弱化 这个是在这一次马英九访中的行程里面 我比较注意也比较关心的一个点 另外来问一件事情 过去德国之音曾经说马英九的外交政策是Bumber 然后去年的时候 他曾经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 特别去强调他相信习近平的政策 然后国民党在总统大选之前 选钱之业就不敢邀请马英九 因为那时候社会反弹相当的大 我想来问一下执行长 撇开马英九这些访中的事情 你有发现国民党在质变吗 因为我发现国民党很多人在这一次马英九访中的行程里面 不管在政论节目遇到或什么 他不敢站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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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这是不是国民党的里面已经产生质变 我想不管哪一个政党的公职 只要你透过选举产生的 你就必须要在乎民意 你失去了民意就失去了选票 就失去了你公职的职务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明后刚刚提到的 马英九这一次4月份的访中的一个行程 那么国民党有很多立委 他划清界限 他也不去谈这个事情 也不去呼应不用谈说支持了 所以你所谓的国民党是不是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面 那么有调整的一个现象 我认为当然很多人在看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的一个组成结构 大家都有一种划分的方式 所谓的本土派的国民党 什么叫本土派的国民党 这个绝对不是用他的血统 他的省籍 是本省或是不是本省这样来划分 而是所谓本土派 就是他在台湾议事 或是对台湾主体性的基本的认同上面 是比较清楚的 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保留的 我想国民党的一个质变 我们期待了很久了 哪一天中国国民党可以改名为台湾国民党 你真的就是说我把中国两个字拿掉 我改成台湾国民党 那才是真正一个国民党改变的开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我要来讨论 国民党其实长期来在台湾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包括40年的这个戒严令 那在1947年开发生了这个228事件 那到1949年5月20号开始 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和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发布了台湾省戒严令 40年来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尤其是白色恐怖 这样的记忆在台湾人里面是根深蒂固的 为什么有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筹备小组的产生呢? 我们在上个礼拜四 那么到总统府拜访蔡英文总统 那一天在座的还有我们的国家人权委员会陈举主委 还有林佳龙秘书长 还有内政部林又昌部长等人 在那一天我讲了一些话让大家心有所感 我说在现在基于政治上的工坊 有人提出绿色恐怖这样的 我觉得很荒谬的政治语言 但是实际上在选举上有人买单 没错 他相信他接受你讲的有绿色恐怖 那为什么会相信? 因为大家不知道 多数人不知道 台湾曾经有一段非常久的时间 我们称之为白色恐怖时期 那如同明佑所讲的 就是说因为大家对于过去台湾的发展没有共同的记忆 过去台湾发展有一很长的时间 是在威缘体制之下 我们整个社会笼罩的一个非常恐怖的气氛 人人自为 那么那个期间从1949年开始到1992年 那么这个时间长达43年 那我们为什么用519来作为 我们希望由国家来订定一个纪念日 叫519白色恐怖记忆日 由国家来订定这个纪念日 519是台湾宣布戒严 然后从520开始实施 所以519是台湾戒严的一个起始 那到经过43年的时间 到1992年的11月 金马地区的临时戒严解除了 我们台湾全国的一个戒严状态 才完全摆脱了 才完全摆脱了 好 那我要跟各位朋友分享的是 因为我个人本身 我的父亲 我的祖父 都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都是在1950年代 所以我是白孔受难者的家属 我是二代也是三代 那我今天之所以会参与 推动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的一个 国定的纪念日的一个活动 也不是只是因为我是受难者家属 而是我1960年出生了 在我成长的过程 包括我求学 包括我进到这个社会工作 那个时候都还是戒严时期 那么在整个43年的一个期间 因为威权的一个统治 然后直接受害的人有2万多个 然后你这个受害的家庭 这个家属的总人数超过20万 超过20万 在这40几年的时间内 这不是少数 那这些人受到直接的伤害 伤害的是 包括他的这个自由 包括他的财产 包括圣货 包括他的生命 那他所影响所及 不只是这一些直接的受害者 而是整个台湾社会 所以我们小孩时代 北部都跟我们说 小孩有声没嘴了 你出人不要插声 你不能欧白说话 好 那如果有人 现在比较年轻的 你说40岁以后 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 然后也很少听人说过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白色恐怖 实质的内容是什么 他产生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好 如果有人问我 我很简单讲 就说在白色恐怖时期 你想讲什么话 你想看什么书 都没有自由 你都需要考虑 你如果讲错话 抱歉 判刑十年 我认识的很多 他是高中生未成年 只因为他的思想上面 或是他的言论 不符合统治者 他的一个期待的话 这是真实的案例 可能他高中还没毕业 就被抓去关了十年 或十年以上 我认识的好几位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整个社会就形成一个很恐怖的气氛 政治不好插 大家都没插政治 尚插政治 少数的统治集团 他为所欲为 所以随着整个社会的一个往前走 后来我们是透过争取民主的方式 让这个社会能够达到一个开放 然后形成一股很大的社会的这种民意的一个力量跟能量 然后迫使这个专制的威权的政府 他要让步 他要逐步的开放选举 到最后我们的各项选举都是由全体公民来行使他的选举权 这个是经过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那么很多我们的先行者 他互出血泪 那么一步一步 然后后继有人 一棒接着一棒 才能够在1990年代开始 包括国代 包括立委的一个全面改选 到1996年才有总统的直选 好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我们常常在谈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就是一个国家从威权体制走到民主 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简单 还原历史真相 好 那么我们常常在讲 要落实转型正义 不能只有被害者 没有加害者 对 我们要还原历史真相之后 让加害者要负起责任 要面对他过去所做所为 当然你像德国的案例 德国的转型正义 他经过几十年之后 我们常常在新闻上还有看到 譬如说在阿根廷 这个这个抓到一个 以前这个担任这个纳税的模样职务的人 他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了 对对 同样要接受新伴 但是怕得硬了 因为他年轻会大 他可能八九十岁了 在特色他 这要有这样的过程 让人民知道说 原来在那一段威权统治的过程当中 谁应该负责任 那谁是受害者 应该怎么样虎卫 包括这个平反 包括赔偿 包括名誉的恢复 这些在蔡英文八年的任内 有做到赔偿 恢复名誉 甚或平反 这些当初被判刑的人 平反 但是往下再走 转型正义要做的 真的是要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 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个来 譬如我们的高科书上头 我们要有足够的这个篇幅 让我们的学生 他在求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清楚 过去台湾曾经走过一段 跟我们现在所享有的民主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时代 好 那推动519记忆日的目的 就在于说 让全民能够关注 为什么是519 台湾过去 有实施过戒严 多久的时间 那这一段时间 到底人民是怎么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 那跟现在这么自由开放 我可以畅所欲言 我不会因为我讲讲的话 然后就要获罪 就要被判刑 我想看什么书我就看 我主张什么 只要不为现有的法令 只要不去伤害到别人 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但过去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所以如果了解过去 就会珍惜现在 对 然后未来也不会犯过去犯过的错 没错 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出一个 适当的领导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 用什么标准去选出各项代表我们的公子 他很自然有一个更宽广的基础 更有脉络的基础来做比较 不说大家所忌讳的用很明粹的方式 那么来吸引选民的注意跟支持 然后来当选公子 不管是立委县长或是总统 如果以这样方式产生的这些公子 我认为不牢靠 而且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们推动转型正义 不只是为了过去的人 而是为了现在以及未来 在台湾生存的所有人 你可以了解过去 然后珍惜现在 再开创未来 其实我听了执行长讲这些事情 这也不是故事 因为我感触很深 因为我当年会 从一个很深懒的家庭 走到一个呃 比较支持本土 的公共事务 是因为就是看了这些故事 那这些故事都是历史口述 我去看到这些故事之后 我去嫁人风雨一半 其实它里面很多是 从228事件开始延伸到白色恐怖 我都把它说成那是一种追杀 当然有人要去推动真好 现在有什么团体呢 我看到有新台湾和平基金会 政治受难者光华协会 还有政治受难者的一些加速 听说有超过520名的发起者是不是 是我们第一阶段就是 这个有500多个发起人 这发起人有三种成分 一种就是政治受难者本身 一种是政治受难的加速 还有一种是登记 这参与这个运动的一些专家学者 是 所以这个发起 我们在311 有一个在景美人权园区 有办一个发起人的成立大会 那有邀请这个陈举主委来 是 来参与 那也有好几位政治的这个受难者前辈 来参与 那接的下来 跟各位报告的就是 我们希望在5月19号 那么由邀请蔡英文总统 到我们也是在景美的人权园区 办一个宣誓的大会 那我们非常期待 由这个现任的蔡英文总统 能够这个来参与 然后来宣告 我们国家把5月19号 定定为白色恐怖记忆日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凡 意义非凡 那么228定为国定纪念日 也是经过好几年 因为民间的倡议 对 那么大家的认同 然后最后才成为国定的纪念日 是 主要有这个历程 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是开始做社会联署 那我们希望个人认同 或是很多团体 他认同我们这个倡议的 都来参与我们的联署 那我们的联署的连结 在新台湾和平基金会的网站 或台湾制限基金会的网站 都可以直接去连结 然后参与联署 那我们希望在4月底之前 那我们团体联署的这个数目 可以超过100个团体 来参与这一次的519 白色恐怖记忆日的 这个推动的一个联署 那我们现在正积极在 这个要完成这样的 100个以上的公民团体 社会团体 那么来参与联署 那也欢迎也期待 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 那以个人的身份 也可以来参与联署跟支持 那519那一天 我们在景美人权园区 会办一个宣誓活动 那也期待 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 我们是在519的下午2点开始 下午2点 好 非常感谢我们移政执行长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是给大家尽量 来参与联署 来参与联署 因为这对我们的孩子 对我们自己 都是一个最好的交代 因为我们的理数 不能报不起 我们下星期再会 拜拜 谢谢